嘻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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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哈是一个很大的文化 嘻哈精神里面我自己最 喜爱的 对我来说最影响最大的一个是自由 一个是态度 身上的纹身的时间都不太一样 纹身对我来说 每一处都有自己的意义 时刻提醒着自己 一定要像这样去活着 我跟凯文认识已经快 快要十年了 那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跟凯文认识已经快 同时我们的爱好非常的相似 那我们都喜欢做音乐 所以说在音乐上呢 我会带着他 让他跟我一起去学习 因为他也在一个起步的阶段 他未来也希望能够做一个制作人 那我跟他说我的这些行程 都跟我一起来 因为在国外做音乐是很好的机会 可以一起去学习 所以他也特别赞同这一点 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那他有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更像是佳然的角色 这首歌我不认为人物那么多元素 其实很简单 它并不一定是一首Future Bass 很多人都说是Future Bass 其实它就是EDM 它就是电影而已 它只是Electronic Music Dance Music 所以说这首歌其实就是一个 R&B嘻哈音乐成的基调 为基础来展开的一个EDM音乐作品 那这个不能说是尝试 也不能说是自我风格 那我觉得我的东西就是我自己的东西 它的标签是会很明显的 而且时间会证明以前的 相信越听我以后的作品 一定会越来越发现我现在说的东西是对的 我 acab的这个编程 MING Dance Music 我还想到这次 我觉得很空气 没有人吗 没人吗 我还想到这次 我们其实都看不见 我现在想到这次 我现在想到这 Most